来关注全球疫情 首先来看美国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月22号的16点21分 也就是北京时间1月23号清晨5点21分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70373128例 累计死亡病例达到865214例 和此前一天的疫情统计数据做对比 美国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413662例 新增死亡病例1443例